中央设计者刘德昌曼谷28日专店 东南亚地区的缅甸和泰国都将调整基本工资 缅甸与泰国官方为因应物价带动生活开销上涨 均决议下月开会研议调整 预料明年都将正式提高基本工资 缅甸一落瓦底将杂志报道 缅甸实施两年多的基本工资在生活支出上涨情况下 许多工人已入不敷出 缅甸劳工团体在2016年初要求调高 政府最低公司委员会近期开会决议 敲定在12月中开会调整 预料将有每日3600缅甸币 约新台币80元调涨至4800缅甸币 约新台币108元或更高 若顺利通过将在明年2月实施 泰国目前每日基本工资为300至310 泰铢约新台币276元至285元 劳工团体长期要求调高 希望调至每日712 泰铢约新台币655元 泰国基本工资委员会27日决定12月中将开会 与包括曼谷和周边省份及普及等7个地区已确定调涨 涨幅将由委员会决议 最快明年实施 面对一波波公司上涨 泰国台商流秉二指出 原本给付的薪资就比基本工资高 不会受到上涨影响 会适度给予调清 不过今年泰铢对美元升值幅度惊人 虽然出口业绩不错 但若无控制会损 加上公司上涨 成本增加趋势是难免的 自动化一定是必走的路 缅甸台商曾春云 认为基本工资上涨是必然的 仰光地区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一直居高 调涨也无可厚非 不过工人效率需加强 训练期往往要两个月才能真正上线 业者储需解决便利不足的问题 也要走向自动生产 解决未来公司不停上涨的压力 106万1128